秀年乡水源部落沙波荡西是成永溯溪还有夏天 细水的好地方 由于游客缺乏公德心破坏自然生态 也制造很多垃圾 影响到溪水的环境品质 为了让溪水有氧席的时间 水源部落近期召开了部落会议 智商同意权决定要进行风吸护鱼 维护上天给予的美丽山水美景 为美龙溪溪的水源部落 是沙波荡西曾经游泳的族群 溯溪的圣地以及夏季烤肉吸水的好地方 由于长期被人群干扰 影响到部落的原始生态和环境的清洁 为了维护上天给予大臣的圣地 新游客所缘部落近期召开了部落会议 来决议来进行风吸护鱼 维护这里的自然美景 我们南北西在炎热的夏天之下 垃圾真的非常的多 我们一直在考虑 部落的基民一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这问题非常的严重 然后我们也经过部落会议 达成共识 我们即将在会议 也已经解议 我们即将来维护我们的自然生态 南北西这一块我们决定来 互吸 就是大概用两年的时间 再把延伸的一些种物质 然后一些鱼 一些自然环境 恢复 让它更 让这个地方更漂亮 更 达到我们所要的原始的 风帽 那我们也已经 开过部落会议了 大部分我们部落的主任全 前述同意就是说 我们决定要维护这个 互吸 总共有七个条件 就是说 互吸 互吸的话 我们就全力禁止 游客再去我们这个南北西这一块 就是这个美轮西上游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说 这维护这两年看看 希望是说我们 如果可以达到 真正我们部落要的环境 还有就是自然生态 还有就是那些鱼鸟 能够真正又再 看到越来越多这样子 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事情 休闻乡属原生会发言协会理事长张刚才表示 早期沙布党期 生态可以说是相当丰富 尤其溪水里的鱼群和虾群 可以说是相当的多 由于常年被游客的干扰之下 鱼群可以说是少得可怜了 为了维护这里的好山好水 部落会议决于要进行风吸呼吟 也送到休闻乡公共署 和换县政府合备了 今年即将会进行公告实施 记得继续收拾了